对于果农来说最怕什么 放到今年 河北的果农朋友一定会告诉你是岛春寒 4月21日晚至22日凌晨 河北多地遭遇冻害 突如其来的降温 导致一些地方的农作物 尤其是露天作物受到损害 其中石家庄市东南部 赵县 晋州 新极等梨区各个品种的梨 受损最为严重 不少梨农反映 这是近十年来春季出现的最严重的一次霜冻 很多果农今年或将面临无梨可收的情况 与此同时 石家庄周边地区种植苹果 葡萄 杏等水果的果农 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场突如其来的岛春寒 令赵县东部梨区的雪花梨 鸭梨和黄冠梨纷重招 幼小的梨果刚做果 才长成花生米大小就被冻石 一个个小梨变成了小冰棍 小梨上午是青的 中午就变黑了 用手轻轻一捏变烂了 梨树上像落了一层霜雪 掐一片树叶也能看出冻灾的严重程度 河北省赵县市中国雪花梨之乡 全县共有梨园25万亩 年产梨果5亿公斤 赵州雪梨果肉细而脆 知多未甜 有大如泉 甜如蜜 脆如灵之说 2018年春天的时候 赵县梨花遭受严重冻灾 造成大量减产 此次冻害对梨区的梨产量影响 要远比2018年的冻花严重 今年减产几乎已成定局 为什么这次的冻害会如此严重呢 主要原因在于毫无预警 农民没有来得及提前采取措施 再加上这场岛春寒太冷 不仅冻花 果实也被冻坏了 面对如此严重的冻害 农民还能采取补救措施吗 对此专家提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要停止蔬果 延迟定果 以免造成作果不足 根据受冻情况 果园灌水 补水保温 冻害发生比较重的果园 应尽力采取各种方法灌溉 并可结合灌水增食有机肥和化肥 提高树体营养 增强抗性和恢复能力 缓解冻害对树体造成的不利影响 使部分受冻果得到恢复 其次要进行叶面喷肥 发生冻害果园应采取尿素 赤霉素 磷酸2清甲或其他叶面肥 进行叶面喷雾 促进机能恢复 另外此次危害主要是造成 植物细胞受冻死亡 容易使病菌从伤口侵染 易于发病 所以应及时清理死亡之条 受冻诱果 清洁果园 喷尸广浦性杀菌剂加营养液 进行消毒杀菌预防 同时加强病虫害防控 据了解之后几天 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低温现象 果农们一定要特别关注天气预报情况 及时掌握温度变化 迅速采取防范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